报佛酒 古时候,云南的南面有一个国家 这儿的官民都很崇尚佛教 有一次,一个叫渔民的人 因为喝多了酒闹事,砸伤了人 他被抓到官府治罪 大人啊,我有一个请求 让我到寺里去一趟,再治我的罪吧 你为什么要到寺里去呢 我刚刚想起,我母亲时常教导我的话 让我多去寺里烧香拜佛 多做点善事不要从恶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寺里拜佛 现在要是把我治罪发慢 我就再没有机会 阿母亲的话去做了 你闲时不烧香,即来报佛脚 我看你老母的面子,且饶了你这一次 你赶快去寺里报佛脚,改过吧 闲时不烧香,即来报佛脚这句俗言 便是从那个国家流传到我国的 报佛脚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平时不做准备,临时仓皇补救